楊明在2020年8月 在本山馬紀仙峽道發生交通意外 因為不小心駕駛等罪名被判入獄17天 在年初他已經回歸人前 經過幾個月的沉澱後 楊明亦落力宣傳新劇 據知楊明接受訪問時 自爆曾經在街上被人說他是監等 但已經改過自身的他就一於小理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衝動 不斷提高自己的EQ 面對不喜歡他的人 說的冷言冷語和人身攻擊 他都選擇不理 繼續做好自己